由于调查病例持续增加 美国卫生部18号宣布 将从9月20号开始 为所有美国人提供新冠疫苗的加强针 加强针原定主要给医护人员 免疫力较差 癌症患者 器官移植者 还有长照机构的居民和老年人 卫生部表示 因为有数据显示 美国目前批准的疫苗 保护力在接种后几个月开始减弱 因此18岁以上的成人 在接种完第二剂辉瑞或是莫德纳 八个月后 将可以追加第三剂疫苗 至于接种单剂嬌生的民众 可能也会需要加强针 不过卫生部表示 目前正在等待更多的相关数据 预计在未来几周后 会再提出正式建议 而针对外界一些批评 认为美国应该暂缓第三剂 优先提供疫苗给短缺的国家 总统拜登这样说 拜登强调 拜登强调 不只是疫苗 口罩对防疫也非常重要 按批德州州长反对戴口罩 自食恶果 拜登跟州政府杠上 加码承诺 如果有教育机构 因为规定戴口罩而被州长扣心 联邦将会补上差额 而为了降低大众运输的传播风险 美国运输安全局 原定9月13号即将到齐的口罩令 宣布延长至2022年的1月18号 进出大众运输站 以及搭飞机火车还有巴士时 都必须要佩戴口罩 纽约也将防疫升级 将在下个月9月13号 强制执行健康通行证 纽约民众对于强制实施 健康通行证 反应正反都有 但配合意愿居多 不像法国民众 反应相当激烈 为了捍卫自由 许多法国人已经连续五个周末 走上街头抗议 对政府强制实行的做法相当不满 认为人权被侵犯 而在健康通行证强制执行后 餐厅咖啡厅经常都会看到 警察在巡逻检查 会这样严格的检查 是因为市面上出现了 假的健康通行证 许多民众宁可花上万台币的价格 买假的通行证 也不愿去接种疫苗 盗版猖獗 还有医生发现 他的健保账号遭到盗用 制作了55张健康通行证 报警处理 在法国伪造健康通行证 可处五年以下徒刑 以及最高15万欧元的罚款 而使用假通行证的人 则面临最高三年徒刑 相较于法国激烈的抗争 意大利的游客对于进入景点前 要出示接种接路的绿色通行证 都相当配合 这是我们的最后天 所以我们想要去参加盗典 有机会 所以我们决定要进入 一天 没关系 昨天我们等了两个小时 来冠军试 有没有冠军试 如果你想看 就去那里 然后拿着一本 就去读 所以我最喜欢的 珍惜可以出游的时光 就乖乖配合当地防疫措施 不仅是协助防控疫情 同时也保护自己 和身边的人 华语新闻图文君综合报导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